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年在我大腿上坐过 最近快要去坐别人大腿了 他高中快毕业了 那我就快要去他读书的国家去看望他 去他的毕业典礼 他作为一个父亲 当然百感交集 而且重点在于说他希望我去 他不想我去 他怕丢人 这种人是自己的父亲 也是 他的确没错 他说你来有一个条件 你不能讲话 要躲得远远的 不要露臉 因为拉一边有一群 这个内地的学生 有时候他们会上网 看到你 看到你 顺大也看到我 他們不知道你是他父亲 不知道 他們流天讲起 他问一个同学 喜歡看谁的写作 他說 张爱玲 舒童 于华 还有香港的马家辉 他马上不敢讲话 很骄傲啊 他觉得丢人 对 很丢人 因为我经常写文章写到他 把他在家里怎么闹事哭 跟父母亲之间的关系 跟窦文涛的关系写得出来 不是 这个害羞是特别能理解的 有时候他不见得以父母为骄傲 哪怕父母他心里也可能会很骄傲 但有一种孩子还真的就是 就好像生怕别人提起自己的父母亲 到时候你这样子 你戴个白手套 远远的站着 假装是他的司机 或者什么 而且我也常跟朋友说 虽然这种报应 因为他高中毕业 那成绩没有太差也没有很好 为什么叫报应呢 我跟梁文道在香港 我们经常写文章以前 鼓励人家反叛 年轻人独立思考等等 抛开这个读书考试制度 现在报应来了 他经常说明天要考试 要交两千字的论文 今天晚上写了两万字 在Facebook上面 不是功课 是批判那个考试制度 写了两万字来痛骂 为什么要我们考试 为什么要我们交论文 而不愿意去写两千字的论文 我觉得假如是别人的小孩 我们非常高兴 独立思考 你将来一定是梁文道第二 结果不行 结果是自己小孩 我就担心了 所以就说 起码我刚才跟讲话说 应该让他见蒋方舟 对不对 你要批判 蒋方舟清华那个女生 对 所以你要批判行 你先上了清华 再批判清华 没错 还真是 就要深入虎穴 对吧 才能打老虎 但是咱们今天也说一个虎穴 要深入一个虎穴 嘉辉经常带着女儿 这个奥游神州的是吧 这个 我们给你打听一个地方 华西村你听说过吗 我一听的时候 我联想到台北的华西街 没错我也是 我一听说 我们那个华西街 是 你看这华西是个名地 是个名地 我们历史上 不是我们改革开放历史上 有一笔的这个村 对 这个村 这你知道吗 我知道它走在蛮前面的 华西村 而且蛮成功的 成功之后 就引起很多的讨论 那是个典范 典范 中国新农村的这个标杆 号称是 但今年 不光是这个辛亥革命 100周年 还是华西村50周年 华西村 你知道吗 就加班加点 大干快上 四年时间听说是昼夜不停的 施工 施工 建起了一座高楼 这座高楼 一个村子建这个高楼 三百二十八米高 然后呢 是世界前二十位 中国至少是前十位以内的 高楼 高楼 而且高楼都不算什么 我给你看看华西村今日的风光 我们来看看 这是从哪个角度呢 从天安门 你可以看到 今日的华西村 什么天安门 这就是远处他那个大楼 我跟你说 他还有天安门 这是他的天安门 华西村山寨天安门 非常有名嘛 这个就是从天安门城楼上 眺望 所以你说什么叫后现代 文道 搞的那个什么现代艺术 你瞧瞧这个就是这样 中国 从天安门城楼看他远处 就是我说的这栋大楼 然后你再看下一张 这个大楼啊 分成金木水火土 几个楼层 几个主题 要是这个这个这个什么 这个金这一层啊 是一吨重的金牛 一吨重的金金子做的牛 这是什么大楼 用来干嘛 酒店吗 酒店 谁要去华西村 超个什么五六星级 旅游很厉害 酒店 他的旅游占他的收入 百分之二十啊 你看 在在在你在看下面 这是哪 这不是天安门广场 但是这是华西村的天安门 华西村 还有画表呢 哎 你看华西村的这个建筑艺术 你看他的国旗 他都一样升啊 但这个 哈哈 国旗还能怎样升 然后你再看下面 长城 长城 这你以为是我们河北的长城吗 这是华西村的长城 华西村的长城 他要防止什么外敌呢 像中华民族的伟大象征 他全聚到他这儿了 你再看下边 不光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还有人类文明的精华是吧 不是 你以为是罗马 这华西村的白宫 华西村的白宫 国会大楼 美国国会大楼 对对对 那你去这边就好了嘛 这是什么 不用拿签证 天下第一关 居庸关 山海关 山海关 华西村的山海关 你说说 哎 看到之后你们 我看到这个华西村的新闻 还有这个图片 我首先想到替他担心 这个等于是一个诸侯了嘛 坦白讲 该有的防卫的长城也有 自己的天安门也有 坦白讲自己的国旗也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我觉得在有点替他担心 会不会引起一定很 引起很多攻击 很多对他的怀疑跟部门 不过没关系 他可以说我这是一个 扩大版的锦绣中华 对不对 是是是是 说得通啊 没错 我们深圳一类杀呢 我们整个村就是个主题公园嘛 对不对 不过我觉得有意思的是 我觉得他果然不愧是 改革开放的典范 他这个 现在这个面貌 我觉得他也能够用视觉的方法 总结了三十年来 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人的精神面貌 就这样 对 有钱了 有钱 土气 牛气冲天 你看那吨重的金牛 反而我觉得是说 其实也反映了什么呢 闻到刚说 总结了中国发展五十年的 一个一个一个 整个民风民情嘛 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是说 他没有那种语言 除了那种语言以外 我现在有了钱了 我要上证我的地位权利 我想到什么呢 永远只有想到长城天安门 有钱就是金 黄金 金流 或者跟北京标准 对 他没有那个其他另外的语言 没有参考系 那我们又想 为什么没有参考系呢 我们当然可以很刻薄的说 哎呀 土财主嘛 所以平了这个 也是 可是能不能看 其实过往五十年 因为方方面面的理由 根本没有那个空间 给大家去学 去领护物另外的美学呢 你讲的这个非常好 因为而且呢 我能跟你讲是真的语言 甚至是声音 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文化啊 富起来以后啊 它缺乏选择 太单调 因为你看我是搞这行的 所以你知道我对这个波音呢 非常敏感 你有些时候啊 你在中国的现象镇 见到的这个情况啊 我们中国人已经司空见惯了 但是如果是你们看上去啊 实际上是非常反常的 比如说啊 我们都知道那种这个播音员 他是当年这个这个 比如说播这个革命的新闻 到今天可能是播祖国建设的新闻 我们也姑且认为 这是一种合适的 因为他就是这样 所谓中央体嘛 这个播音系嘛 他都是这么播的 可是问题我就发现是什么呢 他到了乡里啊 我上次我在景德镇 我看他卖衣服 就是你知道吗 中国所有喇叭里放出来的 不管是什么内容 他都是这个播音体 你明白 所以你就觉得很怪异哈 五毛一件快来买 五毛一件快来买 他是这个严正的 因为他本来是 你用来播政府工作报告 这种播音体是 是内容形式 姑且是合适的 可是你知道吗 在中国的农村 他们就像你说的 他们没有自己的语言 他只知道 他不管是卖东西 大吐血 大甩卖 他都只知道模仿 央视播音员的腔调 我觉得嘉辉讲 这个是真的是很对 就是他根本 没有别的参考的对象 一想到就是北京那一套 但是呢 其实也有些村镇啊 他们还会想到别的东西 比如中国 其实这个天安门呢 不止华西村那一处 过去几年来 应该有十几二十个天安门 在中国 对他们统计了一下 在中国很多 那除了天安门之外 有个地方比天安门还多 那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那个白宫 其实就是美国国会大楼 那你这个又说明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不只是 我们那个语言是贫乏 但是他也不只是北京那一套的 强势政治文化语言 还包括中国人想象中的西方 所以为什么最近有一些 比如说北京现在也有嘛 不是有些做酒的酒庄 他真的是整个把波尔多 一整个酒庄的模样照搬过来 对不对 又或者说很多地方 要盖一个什么酒店 马上想到这只凡尔赛 这是威尼斯会堂 圣马可教堂什么 就他我们这里面中国人 对于什么叫做最富丽堂皇 什么叫最有权威 什么叫做最好的东西 已经有个很固定的一个系谱在 没错我跟你讲 你我最近奥游深州 我就发现 我就发现意大利人有活干了 你知道吗 这个第一阶段 中国是假的 你知道吗 说咱们请来了意大利设计师 实际是个俄罗斯留学生装的 扮演的 这一套已经不够班了 你知道吗 他现在房地产商有更大的资金之后 拿出来的是真的 对 意大利的学者 意大利学者请来 我们请配翻译的 意大利讲 怎么在这附建一个托斯卡尼尼 对吧 我们这个意大利是什么 但是呢 所以他们就是说北京都改了个名 有个地方叫顺义 现在叫顺义弗尼亚 你知道吗 跟美国一样 枪枪塞列行广告之后见 顺义弗尼亚 所以我早就说了 世博会早就该在咱们中国开了 它就是不开 咱们也早就是世博会了 它在上海那个只是一个世博会的 我觉得威缩景区 其实真的 整个中国是世博会 整个现在中国大地 早就是世博会了 这个丹麦馆 美国馆 托斯卡尼尼 普罗旺斯 它都是啊 甚至我就刚才给你讲 那个顺义弗尼亚 为什么叫顺义弗尼亚呢 他们 我有朋友在那买房子 你知道吗 住 而且有些就是有钱人的孩子 在那上那个美国学校 真的就是那种国际学校 美国学校 他们说那都是大金牙的孩子 然后但是呢 很有意思就是 在这个小镇呢 像搭起了一个美国景区 因为什么呢 就在你们家后墙根 你往外一走 就是无银的荒野 但是往这个街铺里头 完全的美国 完全是复制 就像那出卖寿一样吧 就是啊 就是啊 这板墙外边就是玉米地啊 高粮地 不过这里面 我觉得这种荒凉的语言选择 还真的是包括语言上的选择 文字上的选择 比如说我们去参加那种座谈会啊 学术会议啊什么 有没有注意到 每次这种会 这种座谈会 文化沙龙什么 记者采访 到主持人介绍 他们一定要形容 今天这是一场思想的盛宴 是是盛宴这词现在爱用 对不对 然后以前就说某某某他华丽的转身 没错 哎呀他们三个又组成了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 没错 就我就觉得奇怪 我们没有别的词了吗 这是真的是贫乏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语言是一个另外思想的整个焦虑 整个情绪也是很不记绝的 你讲到说开国际会议 一定有那些语言的 我令我想到我注意到 去香港也好 内地也好 几乎所有的艺术展览 比方说画展 特别在香港 艺术家来剪裁嘛 来支持嘛 通常都一定有几句开肠白的 我们早就知道搞艺术的人 一定不会发达的 我们一定要挨饿的 可是我们就坚持这个那个 然后他总作为艺术家 把艺术家一定会有吃不饱的焦虑 明明你现在家财幾一的 你卖一张画几千万的人 他的开肠白还是要这样讲 我们艺术家是吃不饱的行当 我们艺术家 是因为我过去吃太多 现在在结识 不过没关系 我觉得我曾经有段时间 我也觉得很困惑 就是我看到中国到处 盖的新楼房很大 很富丽堂皇 没收到些什么新开发区 我看那些楼 哎呀样子那么丑 这个地方那么难看 还没什么树 几十年后会变什么样呢 但后来我就想 几十年后我们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为什么 因为这些楼房的寿命 大概都会很短很短 我最近碰到一个年轻人 他跟我说他在上海 什么地方租房子 我说你住那个便宜吗 他说够便宜 因为那个地方都是旧房子 我说是吗 那地方有旧房子吗 什么什么时候盖 他说上世纪九十年代末 我蛤 那就旧房子了 但是后来我发现 他真的是可以很快塌 因为你很快 那个墙就开始裂 然后漏水 就怎么补都补不好 所以现在这些新盖的这些什么白宫啊什么 我们不用为他担心 就本来你以为好像会祸以子孙 以后千年之后 我们子孙看到这个 觉得我们这个年代多没品位 不会的 因为他很快就会垮 我们唯一要担心的是 将来是不是中国就废墟处处 就是所以你看 这个未来中国的图景啊 我们就是很难想象 因为呢 他很多旧的东西都拆了 拆了以后呢 他盖起来的 又是一些这个东西 我给你提供一个思路啊 也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我是听这个陈南青说的 就陈南青老师说的 就是说呢 他说乌镇这个地方 我不知道你们去过没有 去过去过 乌镇就是说陈南青特喜欢的那个 沐昕嘛 沐昕先生就住在那 沐昕先生就住在那 他说呀 他说这个 我最早去这个乌镇的时候啊 他说我是有一个观感 觉得呢 这像横电 就是像那个电视剧 拍片的那个片场 可是呢 他们也修得很认真 这种江南小镇 他修得很认真 他很认真 那么他说 我当时觉得呢 这不就是像个电视剧片场 一样的东西吗 他说但是啊 过了很多年 他说最近我又去 他说我得到一个很奇怪的印象 他说你知道吗 这些年下来 风吹雨淋呢 他也有了皮壳了 你明白 皮壳是本来欣赏古董 就是说这个表面呢 咱就说比如说青铜器 这个斑斑的这个绣 他们叫包浆啊 叫皮壳啊 他们有些图老帽 就给给给磨 就漆器上面的 就就磨的 赠名挖亮的 就就毁了嘛 他就指的 他说你知道这些白色的墙啊 这些这些瓦呀 他说经历短这些年来的 这个这个浸染以后啊 哎他至少这个皮壳 这个包浆啊 有这么一种感觉 你也不能说他是不美的 人呢 徜徉在其间 所以这东西将来 是不是也是一种 今天留下来的 我觉得不太一样 为什么 因为乌镇的情况 乌镇首先他整个规划 管理其实是做的挺不错 当初是同济大学 他们一帮学者去帮忙弄的嘛 而且就算是当年那个很像片场的那个乌镇啊 其实也很有这个烟火气了 因为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就看到 我也有这个感觉跟陈南青很像 觉得好像去了一个横店的营场似的 但是走着走着好奇怪 就忽然就看到有人是在江边那个房子 他那种江南小镇那个房子是这样嘛 一边是靠江 一边靠里头的街巷 他两边窗一打开 这个空气就对流 然后我这边一个伸头进去 偷瞧人家家里头 看到几个老人坐在那 正在聊天喝瓜子 看到我瞧他们 就叫我进去坐进去坐 然后跟着我就真的进去坐 跟他们在那喝茶吃瓜子聊天 我就感觉到 这怎么都不是住在片场的人 你懂我意思吗 你知道啊 对我想起他说的 唯一一个比较诡异的地方就是 这里没人 因为他还是个旅游的一个 是吗 但我去的时候有人 真有人住 有人住 就是有人住 我去个整条街 晚上也有人住吗 晚上有 所以社会主义农村也是有好的 也有典范 人家那叫社会主义农村 但是我跟你讲 我还跟你讲 另一种情况 乌镇呢 这就算是好的了 甚至包括华西村 我跟你说文道 我现在都能接受了今日中国了 嗯 就是不管怎么说呀 是有钱了 是真富了 对吧 再炫富 再什么 是真富了 过去农民饿死人呢 对吗 那么现在想起来是好了 但是问题在于 你能达到像华西村 这个富裕成都的中国农村 可以没没多少啊 嗯 那很多 你知道反而是 我也是听这个这个画家 到乡下去写生啊 他期望看到的是 想去画画乡村嘛 对吧 他看到的是中国很多地方的乡村 那是一片凋敝 对 凋敝荒凉 所谓的什么乡土田园 早已不复存在 那就是个垃圾堆 垃圾厂 垃圾厂 然后你去看 什么人 那那华西村还有个天安门呢 那那有什么 那就是什么都没有 老房子也没有了 新房子呢 也就是大片平整的那个开发商 就是老人跟小孩 然后呢 就是老人小孩 就是然后青少年就 都到城里去 出去打工 就说农民找不着 我那天还说 我说是大陆女性 找不着自己的范儿 其实现在我觉得 中国农民啊 找不着自己的范儿 该怎么做农民 农民是什么样 他们啊 茫然失所 咱们就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这我现在请教你们啊 我是真不知道农民 未来的农民 它该是个什么生活呢 我想现在最大的问题啊 就是中国改革开放 一开始是从农村开始 对 但现在后来慢慢慢慢 整个格局就是完全往城市倾斜 其实建国以来就已经是 对不对 建国以来要不然怎么会有大饥荒呢 大饥荒是因为城市没多少人 对不对 从来就像城市倾斜 那只不过到今天 这个城市倾斜的政策 已经跟实际的市场的 这个利益结合起来了 那所以整个农村就凋敝掉 所以我们已经没有人再知道 农村应该是什么样 也许将来会不会出现像 美国式的那种大农场 农民就不见了 对 美国农民怎么过日子的 美国其实农民很舒服的吧 它一般的是大农场 然后他们有一些是一些公司 就算不是公司呢 它也是一个比较有钱的地主 然后它会请一些人帮它打工 就像个公司一样 只不过它经营的是农产品 那美国有这个法律 比较能够保障他们基本的收入 那你可以用这个真的靠种地来维生 等于美国政府补贴嘛 等于美国农民全是地主 能不能说嘛 几乎都是吧 都是地主 而且有其他国家给它剥削嘛 对啊 拉丁美洲的国家 都在帮助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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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